踏啊 又踏啊 驚不驚 這個Seasons Place 賣得很好的 Seasons Place 這個將軍奧日出康城 12A 賣得厲害啊 跟著 怎料 立刻 就來這兩單踏定了 你說多大件事 有兩位買家 即時就 踏了 總共殺了58.2萬 真可憐 58.2萬可以喝很多杯咖啡 每次都這麼說 給我兩杯咖啡也好 當然啦 這些壞消息對市場影響得很大 香港人最害怕是有人踏定 你買了 又踏了 那會不會你踏完之後 後面還有人繼續踏呢 買了就很可憐 很害怕 好在還有一個單位 立刻就賣完 應該是原價吧 裡面沒有交代 總之 剛剛給了首期的 新業主 痛苦一點 即是不見了那塊錢 真可憐 總之 現在大家看到了 證明了有人賣得太急 他的決定根本還未深思熟慮 待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都盡量勸一下這些人啦 我經常都叫你等 安靜點 我說了 看18個月嘛 對不對 哎呀 現在還有一段時間等啦 18個月 哪用這麼心急 幹什麼 這些年輕人真是 我想是年輕人吧 家長成熟應該不會那麼誇張 是不是 哎呀 先弄一下鏡頭 怎麼這麼高的東西變了 哎呀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好啦 那麼 這個Season Place 因為 今個星期應該會再推出新的 跟大家說一說 先來研究會 那一說 塔丁的那兩宗就是什麼 就是3B座 35樓E室 以及3A座 48樓A室 小的那個 3B座35樓E室 就是322平方尺 那麼 屬於兩房間格 不是吧 32 322 也有兩房啊 哇 真是厲害 很小 我以前 真的沒有看到322尺 還有兩房 我真是 不懂怎麼選擇 好啦 那在 次輪那裏買入的 次輪所以就被人殺了5% 那是屬於 即是235100元 那當日 就已經 有另外一個 就 他打訂當日 就已經有另外一個人承接了 即是說 其實那些經紀是在那裏 擺在那裏 如果你有雷近這些單位 我就買了 那他聽出來不知道 去查找那個經紀 然後找回那個 新的業主 他應該是 擺定金在那裏 那就OK了 那之前 通常是這樣的 你要打訂 那你也要通知那個地產商 又或者那個地產商 知道你打訂 即是你不要再交錢 那就好了 他就叫不了你了 那你沒有反應了 於是他就 叫好 中原 美聯 你有沒有人 立即成了 不要那麼醜 那樣的東西 於是 他就立即找客人 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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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一個 然後就說 立即賣了 其實不是 其實之前找一些經紀 先談好 大姐 你真是 無緣無故 扔出來 又賣了什麼 傻的 所以他們 很害怕這些 塔訂的消息 出現 所以因為他又要賣新的 打擊 不是很重要 所以盡量是叫 這些 地產經紀 快點找人吃了 但證明了 就是 細機易食 大小小的 四百多尺 那個 四百四十三尺 那個 另外那個 就沒有人認識 即是說 其實現在 市場上 是 剩下一些買家 對小的單位有興趣 所以稍後你看看他新推出的就知道了 記住 322尺 這個是有人買了的 而 443尺 那個就找不到人買了 那個是 3A座48樓 A室 這個是他們銷售的手法 稍後再說 同時買入價是 694.26 90多萬 殺了5% 347,100 於是 總共是582,000 這個地產商 又賺多一點 首先 說一說 我認為的 塔庭原因 一般來說 塔庭原因 只有兩個 第一 計錯數 很多種計錯數 譬如說 原來我的舊 賣不虛 計錯數 賣不虛 賣什麼新樓 可能人家 給了訂金 好呀 我快點來購買 那些人也要購訂 那些人也要購訂 我賣不到我那間 我怎麼賣出去 他很急 賣不到 死了 先拆了 人家還是拆了給我 諸如此類 這個有可能 另外就是 算下去 以為自己可以 年輕 你不懂 走去銀行 說我做九成 不是呀 政府說要你的收入 什麼 我們兩個加起來 行不行 都沒得過 你找過人來做擔保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找不到 就不行 計錯數 沒有買樓 一會兒會討論一下 這個深入的問題 為何這些年輕人 那麼容易被捉到地盤 其實人們去過地盤 就知道 賣一手樓 是很容易被人說服 賣錯的 為甚麼呢 一會兒告訴你 好了 你算不清楚 或者想著 哎呀 阿哥會借給我 直接跟阿哥 阿哥說 是嗎 我甚麼時候說 三年前 三年前 我忘記了 錢也用了 諸如此類 沒有很清楚 先拆死所有的錢 年輕就是這樣 看到房子很漂亮 他們兩個很努力 以後就好供這房子 30年 真的30年 你想想如果他們兩個現在25歲 55歲 真的不容易 你看到 所以買房子 真的不要那麼隨便 再多一點 18個月 再說一次 OK 那你不夠條件 不供不了 人家根本不讓你上會 於是 你再去下訂 再放訂金 就死了多一點 所以 到了期之後 沒有辦法 就減掉了 輸了幾十萬 就是這樣 很可憐 買得那麼小的房子 證明了他們的 首付能力 也不高 錢也很辛苦 捱回來 唉 真是 很可憐 好 跟著 就是突然間 除了你計不到數 就是突然間 你看不到的市 看不到的市 那麼你 理論上就很少 兩個星期 或一個星期 你看不到的市 理論上是很少的 但是是有的 我都年輕的時候 買個樓 就是你身邊 如果有一些 很成熟的人 或者你的長輩 父母 或者哥哥 而他們是做生意 或者做事很厲害的 那他 你又不知道 你又買了 糟了 突然間他說 你又說你買了 不行了 你又真的會被他 影響了 因為 他懂事多過你 而且你相信他 甚至乎可能你打算不行的時候 要找他幫忙 如果他這樣說 你是會動搖 於是乎你是會 迅速扭轉了你的看法 然後輸了一點 好過被他綁一輩 綁一輩 就是綁一半輩 一輩都沒有了三十年 不過那三十年很痛苦 如果你輸就 因為一直輸下去 是很嚴重的 那麼 這個就是 買樓的時候 真的沒有 有些人就是這樣 你等一下說一下 怎麼買樓的過程 於是 就會是這樣 發生 這麼愚蠢的事 那麼 我現在說一下 其實呢 什麼叫做買新樓呢 很多人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 立票很簡單 你先抽籤 我抽籤 我抽到 30個選樓 30個選樓 我想買樓 即是那個單位 或是那個方向 那個尺寸 尺寸 方向 層數 主要考慮 對不對 例如說 低於16樓 我不買 16樓我才會買 OK 我只是想看 何景也好 或者 內圓景也好 我只是想看這裡 其他我也不買 我們去到 有看內圓景 但只剩下12樓 那你又想不買 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在一個地盤 即是你去等 賣撒樓處 那個地方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情況 首先你想起 客人是怎麼來的 有沒有留意 一般來講 買新樓 那些客人是經紀帶來的 因為跟以前不同 以前就 不流行一手的 樓有銷售 有人帶你去的 通常是什麼就是 人們在街邊那邊兜 其實我為什麼要你兜 是不是 我自己走上去 他就在那邊兜你 我介紹你 怎樣怎樣怎樣 類近 因為為什麼近年 地產商和 經紀 美聯 中原 中原 已經 合在一起 他形成了一個 串連 怎樣串連 你想一下 這些多數是 你買的那三四百六尺樓 難道是整家人嗎 四五個人嗎 你瘋了 最重要是兩口子 這些就是新婚的 又或者正在拍拖 20多到30歲 左右的這一班 你想一下 過程是怎樣 有一天他們兩個拍拖 就走過店舖 經常說結婚 有沒有機會買樓呢 你看一下 你們就會很自然 在窗廚那邊看 哎呀 那六個便宜 跌了多少呢 有時候 突然有個 經紀笑笑 在窗廚那樣 你好呀 想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呀 通常是這樣子開始的 那你有沒有想著 我都不是想著買 是不是 好啦 那就聊聊天 啊 你有什麼可以需要 你們兩位 好啦 拉上關係 通常 未必會 那一剎 就已經 開始了 可能他會給你一個 卡片 又或者 如果他能夠抓到 你進去 裡面就更好 給你多資料 現在的方法就是這樣 先和你建立關係 好啦 那麼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某一個時期 你真是想著跟女朋友 就說 咦 現在的價格跌了 是不是有機會呢 那樣 那個經紀又會怎樣 現在有很多家 很著心的 不如跟他看看吧 他就會常常約你去看樓 有空就會問你有沒有時間去看樓 是這樣的 就是有 鎖匙嘛 就讓你看一下樓 跟著跟你說 這間樓就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他向這個方向 你記住要買這個 你向這個方向 他教了很多 有關於你是不認識的知識給你的 即是說哪一區就好 這一區就不好 他跟你說很多很多很多關於這些東西的 你呢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看了很多次 他沒有了所有人 鑰匙畫在這裡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 keep heart的能力 即是你兩個 遲早也要買樓的嘛 有什麼所謂呢 一路陪著你 一路陪著你 那麼 但是 那對新人來講 那對拍拖來講 就會覺得 真是不好意思 你又怎麼樣 每次都是混吉的 每次都混吉 每次都不是真的買的嘛 他又帶你去看 不要緊啦 我們這次有個1200呎的 啊 但是我們打算買三四百呎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不要緊啦 我去看一下 你看看千多呎的那個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我告訴你那裏呢 有些裝修不是做的不是那麼好 那麼地板就清楚了嘛 地板不應該這樣搞的 那麼 你看到好啊 學一下東西啊 又走去看 因為不用錢 那麼他又很好招呼 但是你看看看看 這裡 怎樣怎樣怎樣 地板做得不好 這樣磨花了 那麼地板如果你們有新樓呢 又怎樣怎樣 他給了很多 紫色 於是你覺得 這個人真是好啊 他跟你最緊要是拉近了關係 好了 經過了可能三個月 甚至乎半年 一年的時間 你每次 其實他有空無事就會問你有沒有興趣看樓 不要緊 不騷擾你 是這樣的 你看人下來 我們公司 我們有些 什麼的 給你看一下 或者是最近的成交 你可以看一下 不是叫你買 就是你看一下 不會有問題的 他呢 一直一直 是用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 我跟你說 以前就不會的 現在就會 好了 年輕男女就慢慢 就將他變了一個 你很不好意思的 面對了他 對不對 你運得刺很多次嘛 然後 好了 有一次他就告訴你 喂 現在有一個筍爺 想問你有沒有興趣 因為你們的預算是大約 多少錢 他知道 大約是賣三百多呎 是不是 喂 有一個筍盤 就是呢 外面呢 你看一下 價錢 他是賣 譬如 12000 我可以便宜1% 是我自己 研出來給你的 那這些 年輕人會覺得 會便宜了1% 對啊 而且新樓 他知道你 在過程當中 他就知道你要什麼 是不是 對不對 他就會告訴你 這件事 是很吸引你 因為 你看個 真的 你看個 價單 你打電話去 地產商 問 是這個價錢來的 沒得便宜的 但是你找這個經紀 他就便宜了1% 哇 是不是一個好朋友 你就算不買 那些真是好人 便宜了1% 給你 他們不懂 不知道的 好了 然後他就帶你去看樓 看看示範單位 看看間隔 這些路 你又再 自己問一下 對呀 價錢是這樣的 但是你偷工 我就 扣1%給你 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呢 其他地方沒有的 這個就是最重要 因為 年輕人沒有這個經驗 他不明白 因為地產商 他就是需要 製造這樣的情況 他 他 其實是 給一些 勇 那個 中介 就讓這個中介 可以回到一部分 給那些客人 讓那些客人覺得 是扣過這個經紀才能買得到的 他們平時你做不到 根本他們的客人現在已經全部要靠這些地產經紀去做回來 那因為 你有這個心理的 感覺 是透過他才能便宜 就算你不買的 你要多謝他 因為他便宜了給你 因為這個勇是他的 他給了你 是不是 你是覺得好朋友 其實不是 其實 基本上 那個樓價 他浪高了 然後 就 回勇給這個 就是給這個勇這個經紀 然後用這個勇來哄你 而那個價格 根本就沒有人會用這個價格 騎乎 photonред dun的傻得 飾得太行 Section 630多問題 constrained logic clarify 當然不會 怎樣會去 Schrissen 大家都知道 透過這種實費經紀 才可以得到 因爲 因為事'd是 透過經紀 你想想 三不識七 他們突然立了我 不是不行 以前也可以的 為什麼呢 樓市一直升 一直升 也好啊 看看 他一直升 又真的升 你又再繼續給我看看有沒有 不如我來炒 那時候 只要在升市的時候 每個都是這樣的 贏了錢 打工 只有兩三萬 四五萬 六七萬 我贏了房子 一百幾十萬 沒玩東西啊 心機打工 那個心態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的情況不同 現在樓市不是慢慢升 停了 之前還跌倒 現在一直跌 他的心態就是 我現在不可以在街上罵 那怎麼辦呢 還有很多是 真的想買 買樓的人 怎麼辦呢 其實是等於現在的美聯和中原 為什麼他還要放了一個漂亮的舖在那裏 就是我來兜一下 看看你那些人在哪裏 哎呀 夠了 兜到他 現在不可以再說 馬上買的了 不是這樣的了 現在是什麼呢 等 等 給你一些樓 看完之後你又不好意思 跟他已經有了關係 好了 然後他就回這個樓給你 真的要回給我的 真的要便宜一點 那你就覺得不要就不好意思 別人又幫你下訂 有10萬元的本金 你糟了 我跟你下訂 不好意思 我跟公司那裏有利息 如果你不買的話 你又麻煩到別人 所以那些年輕人 那些不懂得想 那些全部是中原和美聯和地產商 合作的玩法 扣著你這個人 不好意思 別人又幫了你 落本票 又說你什麼什麼什麼 搞了你那麼久 之前又看了那麼多層樓 其實他全部都是我們 我們做什麼 我們釣你 這條 大肥魚 但是釣魚 要慢慢等 要很有耐性 不是點湯啊 老闆 所以呢 這個 年輕人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很自自然 就會去到那個 地盤那裏 他就 真是 很不好意思 如果他不落搭 其實你 你原本是想買16樓以上的 他只有12樓 你不買 別人所有以前幫你做的事情都沒有回報 請人吃一頓飯算了 對不對 不是這樣的 所以呢 就是要 之前做了很多這些 功夫 打落了東西 然後你就中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住 每一次 你呢 去中原 美聯的門口 看看看看 其實 很有笑容的 銷售人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到 水魚 你是一條水魚 大哥 他又來又去就抓住你 但是他現在不是大力抓你的 你現在 現在呢 就是吸引你 看著他先 大家做著 朋友先 水魚 你看人過來 你游的 不緊要的 沒問題 我給你東西吃 來這裡 又還有東西吃 很開心的 游一下游一下 經常游關了 一下最後 你就 走不掉了 所以整個過程 為什麼 你要去到那個 壽樓署的時候 喂 我跟你說 一半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是 就是 根本不是那個 單位 是他 有興趣購買的 但是到最後 他竟然 就會賣了 原因為什麼 是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經紀 做了那麼多功夫 是不是 這樣 隨便買過 有時候是男人不好意思 有時候是女人不好意思 這樣那個經紀就中了 其實這些 不好意思 是他切個局 切個套給你 所以為什麼去到地產那裏 就是 等的時候 你等幾個小時 你還是會等 他們陪著你 跟你聊天 什麼東西 怕你冷落 什麼東西 日針 汽水給你 拿點汽水給你喝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放心 服侍一定不好 不然怎麼會 套到你 為工程樓 30年 半世的 當然要 服侍周到 所以 這個套著你 就是用這個 長遠的手法 大家明記住了 教一下那些年輕人 不然 糊塗糊塗 吐住了30年 有時間 好了 看通了 就知道那個經紀 為什麼會 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會 懂得 方長孫 釣大魚 就記住了 以後不要那麼容易 就在 那些 舖頭 游來游去 被人捉緊 記住 他們這麼客氣 這麼好笑容 是因為他看到水魚 看到水魚 就開心了 日出康城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呢 現在的 Seasons Park 又推出了 那麼 就是因為 Seasons Place Seasons Place 推出之後 然後 到新的 Seasons Park 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日出康城整個位置 大家可以收一些 我現在說的統計資料 因為他是整個 日出康城中有4.6萬人的人口 年齡的中位數是38.8 中位數 大家說不是平均數 對不起 上次說錯了 38.8 全港排名竟然是排第3 很年輕的 南昌站那裏是37.5 而 這個 馬尿水 29.3 所以呢 馬尿水 給小孩子去讀大學 有些爸爸媽媽 是不是這樣呢 日出康城 真真正正是一個 年輕的中產地區 要不就是 中產的那些 回工的那些 要不就是 老爸老母就買給中產的 是 又或者是 就是 有些人買回來 給一些業主 給一些租客 這個都很厲害 你對一對比 你看看太古城的年齡中位數 是47.8 這些老的老化的 是40多 這些年輕的了 日出康城 38點多 差了 9年 11年 9年 好誇張 47.8 和38年 真的差了9年 所以這個年輕很多 除了中產一族之外 日出康城最重要的是 很多學生 尤其是內地的學生 厲害了 租務市場是很活躍的 房子新的 而且 他有一個大商場 的確是OK的 你說他不是這樣 班次不是這樣 沒有所謂 學生OK的 我總就他時間 我自己上學就行了 我不會和你逼的 我上學放學的時間 他不和你上班下班的時間 所以他可以 那麼 在這個 康城 的話 2021年的統計 19,931個 非工作的人口之中 學生竟然佔了 40.1% 很厲害 即 19,000多個 裏面有7,900多個 學生 40% 很多很多 即是非工作的人口 你想一下 一個師父就一個 一個學生 很誇張 是不是 那些師父不用工作 還有呢 那些嬰兒、老人家 加加賣賣呀 老人家、嬰兒、 老人家、嬰兒、 老人家、嬰兒加賣 等於三個才加餘 等於 量是學生的一個 等於他們三個加賣 多誇張 所以 學生是很喜歡住這個地方 可能相對來說 他的租金算是比較便宜 算是一個很密集的地區 那麼 很肯定當中很多是租客 所以今年 只是計算今年 首季 1至3月 這個日出康城已經錄了400宗的租務成交 真是很誇張 按季是增加70% 我以前租的時候也是 我們也看過其他地方 試試正正的位置 真的是日出康城 我們租的時候就因為 他那個 商場差不多 OK 但是還沒有OK 那些人不知道 於是不租 我們就走去租 一兩個月左右 他就開了 那就沒方便了 所以 看看你自己的選擇 那麼 惠德鋒和港鐵合作 剛才說了 計算這個Season Place 推出 Park Seasons 應該是12 B 應該是12B 首次推出的138個單位 這次要特別特別要留意 包括有1房和2房的單位 全數位位於2A座 接實是 454.1萬 到734.3萬 接實價是 13969尺 1尺 到15000 1尺 市運單位就是在尖沙咀海港城的 港威大廈10樓 Park Seasons 就是 小路面積價 這次是 322至496平方尺 價單 定價是 516-834.4萬 價單的 赤價是 15000-17000 提供有 5種付款方法 多得 大家有興趣 慢慢去看看 扣除了 120天付款方法 最高是 撤有12%的折扣 不算高 我猜他會快些收到樓 所以 折扣價 沒那麼大 長實的就是 600天 折扣價 454.1萬 到734.3萬 400多萬可以賣層樓 這就是他這次最大的特色 也是賣點 折扣價是13900-15000 全部的單位都是低於800萬 所以這次是賣 低價的單位 所以他把一部分 上次先批了一部分 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便宜的先賣了一部分 然後他這次 有信心再推出 因為那些是 便宜的 你上次根本想買這些 買不到 好 我現在 便宜的單位 你不介意加少少 所以他加了 但他不敢再加 因為上次看來賣不到 所以這次 推出 比較小的單位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單位 折扣是低於500萬 跟大家計算一下 整批市值折扣價 會有去到 如果他賣完 8億多 不用此意 用500萬計算樓價 因為他最平價是450多萬 如果用500萬計算 那麼你沒有理由賣到最差的 那麼你用10%首期 即是50萬 分30年供 即是要供450萬 月供 我計算過 恆生的方法 計算機就是 21809元 每個月供 2萬多元 當然啦 現在租當然是比供便宜 但是這個單位是你的 你就要這樣想 月供21809元 最低每個月收入 要到45570元 才是 OK的 拿到這個 九成的按揭 而那個 供樓的利息是4.125 以兩夫妻 如果你是年輕一點 278歲 你又一個做到公務員就可以了 你做到公務員 起碼都拿到3萬多元 做警察不用啊 有宿舍 如果你做普通的公務員的話OK啦 3萬多元很容易 3萬多元 你另外太太 1萬多2萬元就可以了 所以兩個人可以供到的 所以世價單位是有他的吸引力的 即是 年輕人如果你想成家立室的 這個就OK啦 那麼 他參考Siton's Place的第四張價單 大致是用那個原價 即是 即是加了價之後 那個價去推翻 即是這次不再加價了 他就叫做押續復活價 押續復活價 押續復活價 星期六就會開放 同步收票 下個星期六就會展開首輪的銷售 他們認為因為市場多了這些投資者 就買入出康城來租給這些學生 所以 匯德鋒認為 有一定的反應 所以他推出這些 因為你學生的話 租小的單位就OK啦 我估計都是1萬多元租到 對大家來說 現在1萬多元租到 很划算啦 快點去買啦 我想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1萬多元租出去 我想 都勉強可以的 因為他這些 小的單位不是那麼多在市場上 尤其是 日出香食 所以一定會有一批 投資者 因為他跟 長實的不同 長實的比較貴 這些如果你想做一個長遠投資者 你有夠錢 你想租得比較好一點 學生就比較容易 大陸的學生 那麼 但是你看這次的買賣 如果他賣完 那些小的單位 因為他有三分之一是很小的 小過500萬 賣完小一點之後 然後呢 如果賣完小的小單位 就貼近上次 賣剩的 單位 那就賣了 那就要留意了 Season Place 現在總共剩下1447個 如果我沒有計錯 1447個左右 那他的倉存的顯示是對整個後市的影響很大 因為如果他只賣得一些很小的單位 那就就說 沒有了 滿了 停了 那你後面也怎麼賣呢 你記住 今年 其實 這個日出康城這裡還沒有賣 賣完 就到他賣了 你記住 順治 加華 港鐵 一大堆的地產公司 加起來 第13期 總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個單位 2550個 你猜 大不大鑊呢 其實看 今次就知道 如果今次他只賣到小的單位 或者連小的單位也賣不完 那就 比較麻煩 記住他現在還拿出百多個 他有千多個 只有一千四百四十幾個 他拿了百多個單位出來 如果也賣不完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數票 應該是有 但我數了 都是數小的單位 再上一些我想他數不了 他要博了 好啦如果博不到 一靜 那就玩完了 跟你說 後面那二千幾個都很麻煩 你想一下 你 是順自同加華 和地鐵 鋼鐵 你想一下 這批賣不到 那你會怎樣 你要上的 二千幾個單位 你一上 市場就會倒閉 因為為什麼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怎樣 你不是 便宜幾個% 你不是打算便宜幾個%可以賣到一半 不是吧 老闆 又十幾個%可以賣到一半 香港的樓價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次就知道了 因為上次其實已經剩下 你明白嗎 上次沒有斷尾的 Season's Place 所以呢 這次 他舉出來 是要為了這批很小的單位 所以他有三分之一 不要那麼醜 每天說 賣到多少個單位 就用這些小的單位去哄人 你明白嗎 你看看他這次 這些小的單位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話 這就大件事 這就很大件事 所以看 日出康城這個 派對 怎麼玩就看這次 真的很重要 那麼 記住要留意這個 4月一手的銷程是持續的 大家會相信 那麼上個月就是一手的單位就總共賣了超過4000個 但是因為剛剛這個撤辣 國內的人一衝衝出來 你看到其實上次是 那些人不經常不說 1000個左右單位是賣全新的 有3000個就是那些 剩下的 那些是一直很多人都看了 他就等撤辣 一等撤辣的話其實就等於 如果你是 大陸人的話 你就便宜了很多 對不對 你撤辣的時候 給加勒費 全部都減掉了 就馬上出來賣 是那批 完了 我跟你說 好啦 那麼現在不會怎樣人買 你 其實我 我想說因為時間長 因為 啟德 4月開始 啟德裏面最多這些 以前賣剩的一手單位 我希望你聽了明白 就是一路窄下來的那些 最多那些現在有1000個單位 最要去的倉存貨就是在啟德 就是新樓的倉存貨 就是已經推出了 但是 賣不完的 就是在啟德裏面 他大概有 應該是有1000個 不是1000個 好像不是 還是10000個 糟了我真的忘記了 總之是很多 是啊 是很多 好像是10000個 大陸 那你 哪有1000個 1000個那麼少 神經病 記錯了 喂 看歸錯了 真的有10000個 那你知不知道4月到現在 賣多少個 即是那批窄了那批 10000個賣不去那批 在啟德裏面 4月到現在賣1個 是的 就賣了1個 怕不怕 啟德裏面 這樣搞下去 後面真的不用賣 即是說那些倉存貨其實是死貨 賣完了 即是說 上個月那4000個 其實有3000個死貨 1000個是新貨 即是1000個新貨 我還以為 第1個月 那你第2個月 沒有1000個 我當你有1000個 那那些死貨賣不了 還會去多少2000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即是如果 第1個月有4000 新貨幣 然後第2個月有2000 甚至乎少於2000 人心就開始崩潰 你看所以這個月 所以我經常說4月就是 就是決勝負看到 還有4月看看 這個 Park Seasons 他後面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他真真正正的 見 市場呢 就不是那些小單位 當然那些小單位也賣不了 所以這個是 很麻煩的 那我再講多一點 講多一個是關於這個 日出康城區 他在4月就二手 屋苑是賣了的 因為很多 Seasons Place 卻賣了很多 同時 人們都把房子扔出來 二手 很害怕 11宗買賣裏面 有6宗是洩漲的 即是說 人家看到 這些價格也不行了 還不快點扔 已經走了 即是低於 一手 的價格 他洩漲的幅度是介乎 5.2 至15.8 100% 你想一想 大家不停走 那麼 好啦 區內 LP6 在5年之內 賬面 都虧了16% 你想一想 還有其他洗肺 Killing Crown 加起來是20% 輸到暈了 那麼 那時候還有很多辣稅 他是 LP6的 第一座高層 上面積是505方尺 19年3月 用830萬買入 那麼 市傳剛剛以700萬 轉手 設計是13,861 一元 只是帳面輸了130萬 所以這次的 這條片講到這裏 大家記住 4月一定要非常非常 夾緊 究竟 新樓 還能不能買到 水族 和 Seasons Park 究竟他的反應 是不是只是賣到 小的單位 記住啊 還有提醒你的朋友 真是年輕那些 不要那麼容易 認識那些經紀 那些是壞人 吊你 當你水與金勾 在你身上 剝你的 中間的佣金 記得小心點 OK 希望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點讚 訂閱 多謝 拜拜